我身边这头犬叫刺钉 是一头马犬 刚参加了两届比赛 一个是第七届搜救犬比武 获得了相体搜救的冠军 第二个比赛是全国消防行业职业竞争大赛 获得了训导员模块的冠军 这两次比赛都有一个共同的科目 就是我们的箱体搜救 大概是在20个铁皮箱中 找到3到5个被困者 这里边比较难的两点 一个是抗干扰 让我们的搜救犬抗拒那里边的诱惑物 然后最难的一点就是 我们发现被困者以后 他要持续的吠叫20秒 像第一旗舰大赛的时候 5个人就是持续的 红亮的吠叫100秒 对犬的体力要求 对犬的精神力要求都是很高的 我们每一个动作或者每一个口令 重复的不止上千次 因为你需要不断的重复 不停的重复 人和犬才能重复出默契度来 所以很困难 也是克服了很多 我选他吧也是看演员 进选拳的选拳以后 发现他眼神里透露着自信 透露着高傲 性格像我们小年轻人一样 有充劲 有充劲有力量 精神力也足 欲望也足 所以拿到冠军和他的性格 肯定是分不开的 他不愿意训练他就跑了 这个是既生气又有意思 而且你通过他的眼睛里 透露着那种 我就是不想练了 你能怎么地 出现那种状态 几乎就停止训练了 停止训练带他出去玩一玩 去游泳 洗澡 回来接着练 感觉他更像是我的一个孩子一样 斯丁现在还年轻 虽然他现在获得了两次全国冠军 但是实战 社会性实战的经验 他还是没有的 在后边的训练中 再努力让他成熟一些 更靠近一些社会性救援 像我们废墟的搜救救援 我们的泥石流 建筑物倒塌这样的训练 让他更多一些 争取在社会性救援实战中 发挥更好的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雅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